最后做完的结果会是希望怎么样 一键完成 那我把它分成三种 一个是用函数来做 一个是用字串 什么叫字串 字串比对 因为在VBA里面呢 也有一个函数 专门去比对 里面两个字串到底不一样 那这个是延伸 那另外还有一个表单 什么表单就是 最好是因为你在跑的过程当中 会花很多时间 那如果说你让那个 画面一直停在那里 有点怪怪 所以我们跳出一个 什么进度 一个叫Press Bar 就是进度的那个列 可以比较 比较清楚 那里面的话 我也加上那个什么 计算时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做完大概就这样 按下它 那我先把原来的东西清空 它会一直一直往下跑 但是你这个时候滑鼠会是卷动 花的时间会比较久 最后的话呢 我还会希望 能够告诉我耗时多久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说哪一种方法写出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也可以看 只是说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时间 那用第一种方式 大家会耗掉六点多秒 OK 那如果用第二种方法的话 按确定 也是一样把旧的删掉 花了1.3秒 速度应该是快蛮多的吧 大概至少快了 大概四五倍 OK 可是写法会有不同 第一种是利用那个康义符 丢到储存盒里面 看看是不是1 如果是1 那就把那个东西抓过来 如果不是1 就继续往下跑 那这个的话不是 这个是去比对一下 到底 刚刚那个字串 有没有在那整个黑名单里面 不过这个可能要讲 下个礼拜再讲 因为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还有第三个 这个东西 感觉好像又是前面这个范例的延伸 也就是说 可能你要让使用者等待很久的时候 不过这还好一码多 不过可能是因为电脑会变快 或者是资料量 因为将来你的资料非常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等很久 可是你到底什么时候跑完 到底是不是当掉 不知道 所以呢 最好是能够有什么 有一个这个 感觉还蛮好的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什么 像你大量资料从网路上下载 也会卡很久 那你可以加一个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 你将来跟资料库沟通 大量把资料 写到资料库也会卡很久 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什么 类似像这种 目前的进度 那这个怎么做 那这个我想是下个礼拜会 再来跟各位补充的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关系 先跟各位讲到这里 那下个礼拜 从这边开始 那另外的话 后面还有数学函数 还有一些还没讲完的 下个礼拜继续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如果各位对那个 如何从那个网路上抓资料 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也有一些进阶的范例 包含就是什么 当日行情表 按下去 全部自动帮你把网路的资料 全部下载下来 或者是什么 当日外汇行情也有了 还有其他的 有兴趣自己再去里面看看 那我放的方式一定有范例档 还有城市嘛 OK 今天的话先到这里